大家好,今天是3月25日,星期一 今天應該是踏入期指結算的一週 其實上週已經有部分人部署期指結算 在星期五時期指和國指的成交合約帳數大幅增加 亦都產生了星期五時跌大幅 為什麼會跌呢?我今天一篇文章已經有解釋過 所以今天也不需要再說 很多人都擔心,然後人們就會變成了 大家就看到今天的情況是怎麼樣 是不是還貶呢?因為不是的 阿爺就告訴你 反手為運,覆手為瑜 好,大肆成交正在增加 北水是增加了 特別在這裡 在這幾天裡面來講 北水都可以看到 慢慢都有些是 不算太多 也都絕對不是少的 這幾天 再跟著我們看看 北水的資金流 由三月水開始 一聲這樣 曾經13日見過百多 現在在星期五個社會有百四 一、四、五 所以成交是多了的 但是成交金額呢 也都看到 開始多些日子是上一千 一或一千二上面 這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在千二上面 一定有些事發生了 好了 那 流入資金騰訊會多 很簡單 騰訊又說 會賺錢來買股票 所以它一定會多了 影響之下營股基金也會 中移動有些人進入 出的就是 被估出的就是 有中芯等等 養生物 還有若名生物 這是很必然的 這是美國的制作 我一直都叫大家 要留意一下這條 啡色的線 一直在上升上來 這裡有很多日 也有北水 基本上流入 而不是有負荷的流出 跟這裏的情況之中有相約 跟這裏的情況有相約 跟這裏的情況有相約 這裏之前就是出出入入 現在這裏基本上又入 沒有出 板塊裏面 今天比較是 若莫相當多的板塊會上升 變成三分之二左右 個別的板塊就是 煤灘還是站在前頭的 一向都是 交通設施也是 電信服務 中立企業 黃金就是金格升 所以就是這樣 一直都說 煤炭站在前頭 代表工業的需求多了 發電量等等 這裏值得留意的板塊 對於公路多了 公路多了 也有提及過 一定是交通運輸多了 經濟活躍了 所以公路股才會有上升 建信服務方面 就是聯通 發布業績 中研發布業績等等 所以在這裏面 有些是支撐的 還有其次我們看看 綜合企業方面 來講 由於太古的上升 輕業的上升 其他這些是比較 是喲壓的事情 黃金上升 不再講了 問題就是 你究竟要買招金 山東 零保黃金 還是紫金 我個人一直都比較傾向 於山東黃金的教好 因為人家真真正正 開金礦